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日他给网友的回复 我想你会被温暖被感动到 他用最真诚的心 最真挚的语言 安抚住 鼓励住 引导住那些迷茫的 失落的粉丝们 一位网友说自己被负面情绪笼罩 觉得好糟糕 满心的周深说 我们之所以是今天的我们 就是闯过那些阴霾的我们 我们一起努力吧 有网友留言说最近好累 事情都不顺心 生活太难了 周深鼓励说 真的跌跌撞撞 但是总该赢住光亮 辛苦了 挺一挺 有网友说好多烦心的事情 都挤在一块了 周深就引导说 一件件来了 他甚至在稍后专门发了一条 鼓励大家的微博 看到了吗 他是真的在认真看粉丝的留言 认真的听取粉丝的故事和心情 认真的筛选要回复的留言 同时还要想哽来对粉丝 而在周深微博回复粉丝这件事 小编还注意到一个隐藏的细节 他总能在高达几十 甚至上百万的留言中发现学生 然后满格回复 因为他曾要求自己回复了多少次 学生就要背多少单词 做多少道数学题 这是真的在努力劝学 所以就有了超话力晒成绩单 晒各种证书 诸如此类 不胜反举 就是这样温暖 真诚的周深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却有人觉得其很假 做作 小编就用周深合作过的一些明星的评价来做一下 反驳吧 在经典永流传中 廖昌永老师说周深朴实 忠诚 萨丁丁老师也做过类似的评价 天赐的声音里张绍涵说周深很真诚 我们的歌采访里常识雷老师说 周深愿意包容这个世界的人 心动的OFFR2里 撒贝宁说周深极其坦诚 建议那些不了解周深 仅仅看过他几个综艺片段 几条微博回复就认为他假的人 去翻翻小破绽周深各个时期的访谈 采访 综艺等 就会觉得自己多么的一片概全和管中亏爆了 突然想到一些网友对明星做公益的评价 即使是作秀 能一直做下去 我就支持他 佩服他 同样的 如果这样的周深很假 那就一直假下去吧 我愿周深始终不惧流言 不怕飞语 能始终坚持如此剔透又深刻的灵魂 保持那份赤子本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